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超哥 你的瓷尊款式很新 哪一家? 不是你老友 Arizo 阿明的超瓦瓷尊 蛤?我幾乎登尋人的廣告找他 超瓦瓷尊不知道搬到哪裡? 超瓦瓷尊的阿明已經搬到134-2533 Avenue 他為了慶祝30周年 想籌借一班老友 歐洲進口的瓷尊 還全面特價 真是很划算 那我就去找Erik阿明吧 超瓦瓷尊在134-2533 Avenue 法拉盛 電話718-888-7784 營業時間上午8點半到下午6點 人人都想有國家 如果你關注孤兒 希望可以出一分力 為孤兒找國家 機會來了 這個星期五 18號 以愛為名慈善晚會 激請唱享青春記憶 有天賴美聲的台灣歌手洪天平 及重溫經典時代 游情歌手楊楊 為善掌人用現場 美東視電台 由晚上8點至10點 360度直播 歡迎家庭觀眾 用手機免費下載 Eason Media 欣賞全程精彩表演 當晚所有的慈善收益 將會捐給光外眾深 慈善籌款由68M86 Productions主辦 晚宴在布洛倫八大道 65階翠遠酒家舉行 我豪華過去的講師 我豪華至今 皇宇天 我豪華至今 共互富城 我豪華至今 欢迎大家收看由清朗为你主持的回到过去 今天的你,心情好不好? 今天上班,有没有一些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或者有没有压力,没有地方发泄? 嗯,有没有跟你身边的人分享一下? 说起上班,其实压力也真的很大 无论你做哪一行,做什么职位都好 一定有你自己才明白,你自己才知道的一套压力 那如果当你遇到压力的时候,你会如何去面对它? 你会如何去处理你这个压力的问题呢? 说到这么白了,你都知道清朗今天想和你说什么 既然你都知道了,没错,今天的主题是压力 记不记得几年前呢? 香港有一段影片,很流行,很搞笑,叫做巴士亚叔 那个详细我不太记得是怎样的 你上YouTube搜索,应该会看到巴士亚叔那段影片 你有压力,他有压力,谁没有压力? 这句说话又很真的,各行各业,无论你做什么都好 你会有很多不同的事要处理,有很多不同的人你要去面对 或者有一些突发的情况会出现,会发生 其实都很考我们的应变能力的 特别是一些,譬如做警察,做消防员这些 他们的工作都是和市民的生命,性命有关 我相信他们的压力一定很大 又或者医生,律师,做医生更加压力大 做手术的医生,拿着刀,是生是死就看他了 切斜一点都不行,但是你又不要觉得做这些专业 当然会很大压力,例如飞机师这些 当然啦,拿着飞机,几百条命在你手上 这些压力一定会大,但是你不要以为做一些轻弱一点的工作 做一些不需要专业资格的工作就没有压力 做售仕事,我们就说做售仕事这个为例 无论你做哪一行的销售仕事,你卖什么产品都好 销售仕事的压力一定很大 如果你追不到数据,今个月做不够估计 可能佣金没那么多,或者没那么丰富的晚餐可以吃 又或者譬如做侍应,在餐馆做侍应 出不切菜,或者落错单,这些都是压力来的 真的不要觉得压力是只有高层、老板、专业的人员才会有压力 其实不是的,压力每个人都有,差在多与少 差在你如何处理这些压力 今天或者,都可以有一些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压力是怎样来的,怎样形成的,我们怎样去解决这些压力 首先我们讲一讲压力怎样形成的 通常最普遍的应该就是工作压力 通常都是你在工作里面有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或者今个月追不到数据,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同时与同时之间的相处,给到你很大的压力 首先了解一下,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特别是职场上 是什么一回事呢?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趣的 是看合不合channel,是看合不合嘴型 看看有没有办法谈的 合不合嘴型的人呢,可以多谈两句,可以做朋友 不合嘴型的人呢,可以多说一句,可以多说一句 你都会嫌浪口水 其实在工作上最常见的呢,就包括这个办公室政治 这个politics,office里面的politics 什么叫办公室政治呢?分党,分牌 如果你有看电视剧,TVB那些最多的了 谁是谁党,谁是谁党,谁是谁党,什么牌是什么牌 我们这些人做的事呢,就跟你这些人不合适的 我们这些人,就说是赢了的,旁边又不爽的 很多这些,例如一些的,例如踩着别人上 拆鞋,拆鞋,这些都是politics里面的其中一种 即是其中一个小的分行 有些再严重一点的就是,譬如 我是老闆那边的,老闆说什么,我就说什么都对了 我最喜欢老闆这样那样,这些就是拆鞋 总之老闆说对,你就说对了 那有些可能就站在manager那边 或者就算,只说老闆也好 你可能一间公司里面有几个不同的股东 有几个不同的老闆的 譬如老闆A,我是老闆A这一档的 他是老闆B这一档,他是老闆C这一档 那就已经够你烦了,对不对? 即是有时,那些人不会一定是看下 看下这件事发展成什么 这件事的过程 他们是看人的 即是,我支持你,那些所谓我支持你 他们不会说,分析一下这件事的道理何在 分析一下究竟,哪个是对,哪个是错 分析一下怎样做,才是对公司最好 很多时候会忽略了这些东西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是老闆A的 老闆A说什么就是什么 老闆A说要这样做就要这样做 很盲目去追寻他的老闆 因为可能他觉得老闆A想认识他 或者老闆A会对他好些 或者他拆到老闆的鞋 老闆就会升职加好人工 很多不同的原因 又或者他真的跟老闆A特别投契 特别适合嘴型 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所以他很盲目地去追寻老闆A 这个不出奇,真的不出奇 有些人就是因为跟老闆的理念 方向是一样 所以就很支持老闆 有些人纯粹是因为私人关系 纯粹因为我不喜欢老闆B 我不喜欢老闆C 所以我就是喜欢老闆A 会不是很理智 但是之前回到过去的其他集数里面 清朗都有跟大家说过 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性格 有不同的做法 我们应该去尊重每一个人的决定 每一个人说出来的每一句说话 所以就算你身边的人是很拆鞋的也好 他是一个很做得的的人也好 每个人都有他值得我们学习 值得我们去尊重的地方 或者待会休息回来之后 清朗再和大家探讨一下 究竟在职场上面 有几多种不同的人 有几多种不同的性格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清朗 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嗯 搞笑咯 整班人一起的时候 我都是搞笑的人 但是 我又有感性的一面 遇到不开心 又或者想起伤心事的时候 我又会流眼泪 总之 我就会把自己的感受 写在面上 开心就笑 伤心就哭 大情大胜那种 我平时喜欢做些什么? 煮下饭 看下不同的文章 唱下歌咯 我的节目会讲咩? 一个字 情 问世间 情为何物? 无论是亲情 友情 还是爱情 都直教生死相许 想知多些? 那就要记得收听和收看我的节目 我是谁? 清朗 好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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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今天青朗就打算和你分享一下 几种比较常见 基本上在每个职场上都有的这几类人 究竟是哪几类人呢? 第一个最大的题目 拆鞋子 你公司有没有呢? 如果你看到拆鞋子做了一些 真是很嘔心的举动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拆鞋子就到处都是 拆鞋也没错 过分地去赞赏 过分地去说这个人有多好有多好 自自然地 我们会觉得他是拆鞋 虽然我自己都会去赞赏一下别人 你这个很好,那样东西很好 但是适可而止 有时真是老板放个屁你都说香的 这些还不是拆鞋子是什么? 拆鞋子真是 我自己会很讨厌一些拆鞋的人 曾经在我的工作里面都遇过不少 这些拆鞋子 很有趣的 老板说什么 他都说好 是 对 你对 就算有些东西是明明 真是不适合的 或者他真的说了一些很 白痴的东西 他都会笑口 对的对的 老板老板 你对不对 有时看到这些我觉得很有趣 就好像 刚刚TVB有套剧叫做巨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里面阿宙哥身边 有一个很喜欢拆鞋 好像是他老婆的表哥还是表弟 我都不记得 因为巨伦我都看了几集 但我只看到拆鞋子的一段 哇 就哥前就哥 哎呀 就哥你好你好你好 带就哥去 扣女啊 带就哥去玩啊 这些就是拆鞋子 他们的做事能力 不一定差得过其他人 但是也未必一定会强过其他人 他们就是以拆老板鞋 这一样东西来上位 来巩固他们自己的地位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 或者在你公司里面 有没有一些拆鞋子 做了什么举动 令你觉得 真是顶你不信 是你才做得出这些东西 我都真的见过不少的 真的整只 哇哇的样子 帮老板开门上车 两个都是男人来的 帮老板开门上车 帮老板 主动走过去 哎呀老板老板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啊 老板说想吃什么的时候 就去买 你不说 你直接以为 这个老板是他女朋友 我想他可能对他老板 比对他女朋友更好 唉 随传随到 叫什么有什么 老板说什么 他就说好好好 老板说什么 他就说对对对 你对对 好 呃 呃 但他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但是 不知道呢 都是那句 尊重不同的人 不同的选择 因为就算他再厉害都好 他可能没有安全感 他可能在这个工作 在这个环境里面 没有安全感 他可能觉得 只要 马得住老板 才可以 在这间公司里 有所发挥 才有人保住他 或者是这样的想法 都不出奇 但是既然你自己 这么有实力 为什么不用你的实力 去证明给老板看 你用我是对的 不可以以为 拆鞋子没有压力 拆鞋子 更大压力 他拆少一秒 他都怕自己 地位不保 怕老板不高兴 其实老板给你拆鞋 都有压力 如果你有 公司很大 很多不同的员工 来自不同的背景 有不同的学历 在不同的职位 如果这个拆鞋的人 你又真是对他特别好的话 其他同事会不会 误会 会不会以为 觉得 原来我做事 做得再厉害 做得再好 我都没用 原来我懂得拆鞋 才能得到老板的欢心 会不会有这样的 令其他员工 放明你不是因为 这个人拆鞋而用他 是因为这个人有能力 所以你去用他 但在其他员工的眼中 有可能会觉得 原来要拆鞋才能上位 会被其他员工一个错觉 但是作为一个老板 你拆我鞋 是人都喜欢听 好听的说话 是人都想被人赞 是人都想 有其他人去认同 自己的意见 当这个拆鞋 哄得你开心的时候 你又自自然会 将这些人留在身边 所以其实 老板 被拆鞋 都有他的难处 在他 他也要顾及到其他员工的感受 也要顾及到这个拆鞋的感受 所以其实 不容易 拆鞋的 不容易 被拆鞋的 亦都不容易 好了 如果在公司里面 你真是遇到这些 很喜欢拆鞋的人 不拆一拆老板的鞋 好像不行 好像要死 那怎么办呢 你应该 怎样跟这些人相处呢 很简单 如果你跟他 对嘴型 如果你跟他 对 channel 虽然 你不需要 都要做这些 拆老板的鞋的动作 但是 记住 不要在这些拆鞋子面前 说他们老板不好 既然他选择得去拆老板鞋 他既然选择得 说老板什么都好 如果你突然间说 其实老板 都不是那么好 他都有一些 什么什么不好 那你就得罪了这个拆鞋子 得罪了拆鞋子 有什么后果呢 他既然可以在老板面前 说那么多好听的说话 自自然言 他都可以在老板面前 说很多不好听的说话 如果你跟这个人 得罪了这个人 得罪了这个拆鞋子 他去老板面前说 哎呀 哪个哪个 不好的 他作些东西出来屈你 他老作些东西出来 说他这个不行 那样不行 那样不好 炒了他 那你老板又会怎么想呢 不是个个老板的眼睛 都一定这么说亮 不是个个都看得清楚 到底这个状况 情况是怎样 会不会真是被这些拆鞋子 说两句 他不好的 他不好的 老板就会动摇 会觉得 这个员工是否真的有问题 为什么人家会说他不好呢 有些老板 是真是会听进去的 有些老板是好听这些拆鞋子的说话 所以我们就千万不要得罪这些拆鞋子 我不是说叫你要跟他一样的拆鞋 但是记住只要不要得罪他 你不需要认同他 记住记住 不要得罪拆鞋子 除了 请不吝点赞鞋子 打赞鞋子 怎樣?覺得跳口纏手? 當然啦,我是Summer 喂,我沒有停 來吧 我是Summer 不知道在大家工作的地方 有没有这些拆鞋子的出现 记住记住 千万千万 不可以得罪拆鞋子 我以前的工作 我就曾经试过 有一个人 我以为他是拆鞋子 但是原来 认识深了之后 发觉 他比拆鞋子更加恐怖 是什么呢 我会形容他一个笑面虎 他是一个拆鞋子 加笑面虎的人 先头和他就不太熟练 刚刚开始进去这个公司工作的时候 就认识了 都觉得挺好聊 好像挺好频道 有时 偶尽会一起吃饭 有什么工作上的困难 都会和他请教一下 因为他在这个公司的年次比我 先头没有什么 先头我纯粹以为他是一个普通的拆鞋子 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 老板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要紧要 没关系 不要得罪拆鞋子 我没有认同他做的事 但是我就是做我自己 我只是想着和他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 后来发现有些问题 有些不对路 我进了这家公司大概两三个月 就和这个笑面虎一直都是好朋友 大家同事都有眼看到 我们有时是一起出去吃饭 我们会聊天 我们会聊天 或者有时下班 我们会一起去喝饭 然后不对路了 我做了两三个月 但是感觉其他同事好像有点牌制我 觉得其他同事对我的感觉不是很友善 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呢 想想一下是不是跟我身边的这个人有关呢 那我当然除了和这个笑面虎是熟一点之外 有几个同事都是有论谈的 那我就发觉他们有个共通点 他们个个都不喜欢和这个笑面虎做朋友 就是很表面的 关系是非常表面的 总之就上班见到就打个招呼 工作上有什么要涉及到这个人的 就说声给他听 除了工作以外的交流 基本上他们和这个笑面虎是没有其他的接触的 没有其他的交流 那我就开始留意到这一点了 那我就在想 是不是因为笑面虎的工作态度的问题 还是因为他太拆鞋 拆鞋拆到其他人都不喜欢他呢 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呢 那后来我发觉呢 其实这位的笑面虎 他又不算是老闆的秘书 但是他和老闆的关系都不错 都挺密切的 就是随时随地有些什么都可以 不用经过上司就直接去找老闆那些来的 那没问题 每间公司肯定都有一些这样的情况 出现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人 开始发觉除了拆鞋之外呢 原来他是老闆的针来的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老闆的针呢 有没有看无间道啊 所谓那条针的意思呢 就是譬如就拿警方无间道为例 就是警方派在黑社会里面的臥底 就称之为那条针 或者反过来 是黑社会放在警察里面的那些善人 所谓拿善报的那些 那些叫做针 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 总之就是帮老闆去收集情报 去收集其他人的 例如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的工作态度啊 有没有人迟到啊 原来这个笑面虎就是帮老闆去收集 其他员工的情报的一条针来的 唉,我发现了之后就知道 哎,糟糕了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全公司都不是很喜欢他 为什么我进来几个月 我和其他同事的关系很一样的 就是很基本很普通的那只 真的说嗨和嗨那只 为什么没有其他同事 问我要不要一起吃饭呢 为什么没有其他同事 问我要不要一起买午餐呢 那我终于就发现了 原来我身边这个笑面虎呢 是老闆的一条针来的 他会走来和你懒熟 和你懒朋友 去了解你每天在做什么 去了解你工作上 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又或者在你私底下 私人的生活里面 有什么问题 他就会将这些料 将这些情报 卖给老闆 说给老闆 就做一个 不知道当不当是做人情 总之他就是帮老闆 去看着其他同事的一个人 他就在任何人面前都笑笑口 好像很乖女 对呀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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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饭没有 要不要买咖啡 我帮你买 要不要这样 要不要那样 有时就会买点零食 买点糖果 回去就派给同事 哎呀 吃这个 那或者他放了假去旅行 他都会买点小手信 回来给同事 哎呀 我去哪里去旅行 我都想起来 我都特意又买点手信 回来给你们 那么他是尝试 在我们同事里面 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大家都喜欢他的人的一个角色 那么可能 因为我日子尚浅 在这间公司里 那么我观察了两三个月之后 我才发觉 原来他是一个 除了拆鞋子之外 是一个笑面虎 是老闆条针来的 那么不怪得 个个对他都敬而远之 但是敬而远之的意思 就像我刚才那样说了 不要得罪他 虽然他们和他 不会有一些 好心交的关系 不会一起吃午餐 不会一起放工去喝东西 但是他们都尽量尽量不得罪他 那么我尽量都遷就住他 他想怎样就怎样 但是我觉得 嗯 有些假 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以慢慢地慢慢地 我看到其他人这样做的时候 我都觉得 好像开始有些不对劳了 有些问题了 那么我就和他的关系 慢慢疏远 慢慢疏远 那么反而呢 我和他的关系疏远了之后呢 其他同事对我的关系 对我的感觉又真的好了 当我和他疏远了之后 他说起码其他同事会 会约我出去吃下饭 他们会叫饭盒的时候 问我 要不要叫你那份啊 或者更何况是有些同事 他说 不如下班我们去哪里吃饭 开了一间新的店 我们想去试试 你要不要一起 反而就真的 和其他同事的关系好了 那么我就知道 原来是我身边的这一只 笑面虎作怪 所以令到 我和其他同事的关系一样 有好处啊 快点拿一部手机 和我一起去美颜芳 拿脂生糖激活肌肤免疫力精华 真是这么好处 脂生糖激活肌肤免疫力精华 不是便宜的 而且很适合我们东方女性皮肤 我每天有用的 免费拿来旅行都不知多方便 对啊 只要去布鲁伦二十大道六十八街 六八零六号的美颜芳 数一数个微信QR Code 就有一份了 快点拿起智能手机 对了 让我顺便买一点 脂生糖激活肌 和化妆品 在布鲁二十大道六八零六号 明眼坊见 完蛋了 最后不见了 大红仙 大红仙 好 山零 解籤啦, 戴籤, 看籤, 讲迹 下载这个APP, 点击, 点击, 求知 给点掌声有请 说起这只笑面虎 好呢, 他就很糟糕了 刚才告诉你们, 他是老板的针 他会跟我们接近 知道我们个人的东西之后 就把这些消息告诉老板 就让老板对一个人有戒心 或者本来明明老板很喜欢这个人 可能因为他说了两句话之后 就让老板觉得这个人不行了, 这个人信不过 他是会在中间搞屎棍 我很喜欢叫他做搞屎棍 他除了是一个笑面虎之外 他是一个搞屎棍 真的没有那样做那样 很认真 正正因为他是老板身边的一条针 也是叫他做笑面虎 这只笑面虎 他拿着鸡毛当令箭 以为有老板撑腰 就开始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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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因为在他口中 曾经说过不少同事的一些是非 我也知道 有些同事是因为这只笑面虎 在老板面前打了毒针 而令到他们离开公司 而笑面虎的势力就越来越大 因为他已经击走了 已经踢走了一些对他有威胁 或者他一些不太喜欢的人 所以他的势力就越来越大 因为那些不顺眼睹鼻的 那些已经赶走了 后来也请了一些新的同事 或者是他的朋友 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是他介绍到公司的 那你想想如果是 这个人介绍你入公司的 你怎样都会相信他多些 你怎样都会听他说话多些 那所以呢 他就慢慢慢慢 开始有些刺势灵人 抓住鸡毛档领战的一些行为 出来了 那就令我觉得 越来越反感 因为他不是靠自己的实力 去爬上去 去表现自己的一个人 他只不过是 利用 他只不过是做了一个笑面虎的一个角色 利用我对他 或者其他人对他之间的信任 利用了我们对他的友情 而去出卖了我们 出卖了其他同事 是踩着别人来上去 踩着别人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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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色 也是很多很多公司里面 会发生的一个问题 他很喜欢踩着别人来上去 这种小的一件事 把它放到很大很大 令老板觉得 哇 真的好了 少面虎有你在帮我 真的好了 你可以帮我 处理到这些事 但其实是 真是一些芝麻绿豆 没得再绿豆的一些小事 他就要化到很大 因为我这样做 所以现在怎么怎么怎么 因为我这样做 所以事情 不去到那么坏的程度 开始自己会腰功 开始会因为 有老板在后面撑他腰 就有一些一朝得志 与无伦次 就周围去得罪其他同事 他连笑面虎这个角色都不再做 他连笑都懒得对着你笑 他连假都懒得对着你假 他就开始 就是摆一个摆款 我们所谓的摆款 就好像很厉害 我说的就是道理 我说什么老板就会听 也都在老板面前 去慫恿老板去做一些事情 而这个老板呢 可不可以说他是一个分君呢 又未必的 我也都不会用分君这个字去形容他 但是他是很相信 这个笑面虎的 笑面虎说一 他就说一 笑面虎说二 他就说二 但是 这个笑面虎也都真是没有实力的一个人 他只是懂得利用关系 利用一些手段 去将他不喜欢的人赶走 去请一些他身边的朋友 他的一些可能救同事啊 救同学啊 请他们进来公司里面做 那就尝试地将公司的势力是换了他 换到所有人都听完他话 那他就开心了 那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捱的 那老板喜欢重用这些这样的笑面虎 其实我都很尊重他们各自的选择 但是 他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拆鞋呢 会哄得老实开心 那 一个愿打一个愿崖 那这只笑面虎也都愿意去为老板去做这一条针 他也都愿意去得罪公司所有人 而令到老板上识他 那其实 我都很尊重他们各自的选择 但是 一间公司不是说 一个人说 即 不是说一个人 说完事 你喜欢这样就要这样 公司里面有不同的部门 有不同的经理 有不同的决策人 或者你是这个部门的话事人 你可以对这个部门的事去做决定 去负这个责任 但是当你干涉到另外一些部门的决定的时候 是否又有些问题呢 我刚刚跟他都是好朋友 叫做 刚刚进去公司的时候 跟他都很亲密 因为有时会 不开心又会聊聊天 或下班又会一起在一起吃饭 喝下的东西 一起去吃饭 但是 但当我看清楚他身份人之后 其實是替她有點可憐 為什麼其實你明明是一個做到事的人 你是一個聰明人 為什麼要將自己化為一隻笑臉虎 化為老闆的針 令全世界都不喜歡你呢 其實我覺得是挺可悲 在我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這一隻笑臉虎 其實挺可悲 但是沒辦法 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老闆又喜歡 笑臉虎又做得開心 那就祝她們好運 但累積起來的卡債要處理就不容易 如果你拿有超過一萬元或以上的信用卡債 請馬上打給Lincoln減債專家 可以將每月付款馬上減少一半或以上 百分百保證有效合法 買東西要買名牌因為有品質保證 處理卡數就要找有信譽保證的減債專家 Lincoln 917-720-1245 720-1245 7天免費諮詢 Hello 大家好 我是車車 別聽到我的聲音好像很溫柔 其實我是一個女漢子 平時很喜歡去跳傘 滑雪 或者會經常去遊樂園坐過山車 跳樓機之類的 以前還會踩著男裝摩托車 在路上一百多公里 不是 是一百多公里 可以在路上 真是超級刺激 不過我覺得最開心最刺激的事情 就是在美東視電台 分享很多很開心很刺激的事情給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收聽車車的節目 例如心情笑語 星座與你 還有新聞報導 希望車車的節目可以令到大家 擁有好心情好笑容 和大家度過開心刺激的每一天 多謝 好節目要欣賞 油甘汁, 一定要搶 在職場上 這些擦鞋子, 笑臉虎, 似細寧人 這些人 其實都是其中的一群 當然我們會遇到一些很厲害的人 值得我們去學習 值得我們去尊重 值得我們敬佩的人 我會叫這些人做師傅 他們會教我很多東西 所以我想說的是 除了在職場上有些壞的人 有些不好的人之外 都總會有一些好的 值得我們去學習 值得我們去尊重的人 是會在職場上碰到的 好了, 我們先說壓力這回事 為何我要說擦鞋子 為何我要說笑臉虎 似細寧人 這些人 因為這些是我們主要的工作壓力的來源 其實工作壓力 好像剛才舉過例子 除了做Sales 要Hit Quota 其實每個崗位 每個職位 每個人 每一份工作 都有自己的壓力 不是沒有的 除了這些 譬如業績 成果 成績好不好 這些壓力之外 其實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也是我們壓力的來源 很重要的一點 譬如 你每天上班 要對著這些這麼假的人 譬如你要去防這些小人 擦鞋子也好 笑臉虎也好 你要防他 你很擔心 他會今天知道你的消息之後 他會轉頭 將他賣給老闆 你要跟他保持距離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壓力 你要去防小人 這個壓力 其實我覺得是大過 你要跟一些你很尊敬的人去學習 我覺得反而是更大一點 這個壓力 因為你會不知道這些人會對你做些什麼 小人 到處都是 公司裡面的小人 大把 因為有利益關係 因為在職場上面 在工作上面 有上司 有下屬 有同事 這些是很正常 不過 如果今天 上司走了 如果你們的經理 你們的經理走了 你們的隊伍裡面有五個人 你們五個人 就可能會 老闆會在你們五個之中 選一個 來做這個經理的位 除非他在外面 再請一些新的人回來做經理 這個是領作別物 那麼我們就當 現在你們的經理走了 有五個人在隊伍裡面 老闆要在五個人裡面 選一個 去做經理 做Manager 本身可能你們五個人 都是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同事 一個很好的隊伍 就可能是因為這樣 因為現在要選一個人出來 去坐經理這個位 大家會開始有些勾心鬥角 大家會開始有一些 因為有利益的衝突在裡面 有些利益的關係在裡面 以前大家那麼高那麼大 大家做的事差不多 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可能那個爭鬥的關係 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既然現在大家要為了 升職加薪金 而去搶這個位的時候 多多少少 大家會有些 不是那麼開心的事情發生 我覺得是在所難免的 或者甚至乎 可能有些人會做一些 督你背脊 做一些 先你 被騰你踩的這些行為 我覺得 一點都不出奇 當你已經涉及到 利益關係的時候 除了人事這些事情 剛才說過業績 成績 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因素 有些人對自己要求高一點 自己做得好不好 自己和自己比賽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壓力來源 譬如 我們拿做銷子來做一個例子 譬如 這個銷子目標 你今年的銷子是10萬元 譬如 那有些人呢 他做到10萬元 他做到銷子 做到銷子 做到銷子 他就很開心的了 有些人就會 覺得 我一定要做到12萬元 才達到自己的要求 都可以的 因為自己和自己比賽 才是最難的 其實 自己和自己比賽 是一個很難 和一個很深的一個題目 要贏人 先要贏自己 這句說話 我覺得很真的 如果你連自己 都對自己沒有信心 你連自己對自己所做的事 都不相信 你怎樣和別人比賽 你怎樣去贏別人 所以有些人就是 譬如公司的目標 設定給你10萬元 有些人就比較安逸 做到10萬元 就OK啦 反正做到數了 今個月不用再跑得那麼辛苦 有些人就不是的 很有衝勁 很有幹勁 我的目標是12萬 我要做到12萬 雖然公司只要求10萬 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這些是 有好有不好 當壓力過於大 過分大的時候 就可能會 令到自己的心理 或者生理 都不太健康 但適當的壓力 其實是動力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去推動你 去進步 去推動你向前走 就是一個動力 適可而止 壓力 真的無處不在 壓力會令你有些什麼症狀 什麼叫壓力呢 我自己個人為例 我曾經做過一些工作 壓力都很大的 例如追數 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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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工作 我都有做過 我曾經試過壓力大到 在我出門口去見客前 在我要出公司門口去見客前 我突然間心痛 痛 痛之後 心痛完 覺得頭痛 好像偏頭痛 扯著扯著 很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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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緊張 不知怎麼辦 再誇張點 有一次 我準備上車之際 我發覺突然間流眼淚 我發覺我自己突然間流眼淚 原因是什麼呢 不知道 也沒有特別不開心的事情發生過 我只不過是準備要去見客 上車 心想 待會要跟客人 這樣這樣去說 這樣這樣做 希望這個計劃可以做得成 但原來我連壓力大到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突然間流眼淚 然後流眼淚之後 還要哭 真的要哭出來 才可以舒服一點 才可以繼續上車 去開車 駕駛到客人去見客 不如轉頭的時候 我們就回來研究一下 壓力會對你有什麼影響 如何造成 以及如何舒緩壓力 你會否再考慮買新車 大家知道 時代車行在寶羅倫紅黃後區 開了四間分行 任何品牌和型號 從貸款、換車到上牌 時代車行各樣精通 服務周全又專業 四十多名專業經紀 為港大華人服務了超過四年 國產、日本、歐洲 應有盡有 能有多便宜 就有多便宜 沒有第二道 比時代更專業 服務更完善 來時代一站過 沒有煩惱 請快電 1800-688-0456 1800-688-0456 時代車行 公告唱快思滿發音 嘻嘻 人人都嘻嘻哈哈 好開心 哈哈 常常嘻嘻嘻嘻哈 嘻哈嘻哈嘻哈 嘻嘻哈嘻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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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日 美東視電台 我敢說 你敢聽 想要看立刻Scan 我心想在身體上 由壓力造成的問題 除了我剛才說過的頭痛 可能胸口很藝悶 拿著拿著痛 頭髮變白 甚至乎是脫頭髮 我相信這些都是由壓力所造成的一些生理影響 最常見的一些問題來的 那其實 你有留意 早幾集 青朗和你分享過 其實我很多白頭髮 你看到有少許反光的地方 其實全部都是白頭髮來的 要驗的了 要驗的了 大家現在不要看著 現在裝看不到 其實呢 白頭髮和脫頭髮 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來的 就是由壓力所造成的一些很嚴重的問題來的 我認識一個大概是二十到尾三十歲未夠的一個女士 那她工作呢 很認真 她工作壓力也都非常之大 因為 就是因為她很認真 她做事很厲害 所以她升職認識得很快 也都要管理的事情越來越多 那我看著她 由一個長頭髮的美女 脫頭髮脫到頭頂 直接整個洞 看到整個洞 那她有試過去看醫生 她有試過吃中藥 吃西藥 然後又不知道什麼 白蘭底 塗頭皮 好像是這樣的 她很多方法都試過 都不成功 始終還是不斷脫頭髮 那最後 她用了什麼方法 去醫治好她的脫頭髮這個問題呢 原來她遲了這份工作 雖然她做得很厲害 她做得很好 很快她也升到一個很高的職位 但原來這份工作給她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她也都實在忍受不到自己二十多歲女 就脫了頭髮 那我相信她除了脫頭髮之外 剛才所說過的頭痛 心機痛這些 她絕對一定有出現過這些症狀 那所以她也都跟我說 為了自己的健康著想 為了自己的樣子著想 她覺得應該要換一換工作環境 那在她換了工作之後 我想大概半年 我們大概半年的時間沒有見面 那她這半年裡面有去了旅行 放鬆了自己 也有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 做得開心的工作 那所以半年之後 我見回她 真的不要不相信 那些頭髮 雖然未去到以前那麼濃密 但是已經刪了出來 你看到她的臉色是好 她的臉色是紅潤了 那所以 工作壓力這些 是不要忽視的 不要忽視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怎樣可以舒緩壓力的一個 辦法呢 睡覺 睡覺是很重要很重要 正常呢 最理想的 每個人最少每天要睡八個小時 但是都使人很繁忙 特別是我們住在紐約這些大城市 又或者住在香港的朋友 我們的生活壓力 生活節奏是很緊張 很多時候未必真的睡到八個小時 而我自己為來 我通常如果每一天 可以睡到六個小時至六個半小時 我已經覺得很開心 很幸福 因為早幾年做其他工作的時候 還是做小的時候 每天睡覺的時間 可能只有三至四個小時 最多最多那天 都可能只有四個多小時 四個半小時 其實是很辛苦的 還有我想我的白頭髮 都應該是那個時候就開始出了 記住 無論壓力再大 做工再辛苦 盡量爭取 起碼一天要睡八個小時 睡覺除了對整個人的健康 可以有改善 大家都聽過 靚一點的便會 即是 當你的身體有足夠的休息 好像充電一樣 你每晚都要充八個小時的電 你充滿了電 第二天才有精神 第二天才會有力量 去做你那一天應該做的事情 如果你每天只是睡得四個小時 五個小時 甚至乎兩三個小時 就要起床 去繼續做另一天的事 根本你都未充足電 根本你都未恢復 你又怎樣可以把最好的一面 發揮出來呢 所以盡量希望大家可以爭取 每天最少八個小時的睡眠 再差再差再差都不少過六個小時 還有記住多喝點水 每天喝八杯水 通常我就喝不到八杯 但是我會盡量 我也是盡量 有機會有時間的時候 盡量喝多點水 幫助身體的生殘代者 幫助你去排毒 這個對你的睡眠 肯定多多少少一定有幫助 另外一樣就是做運動 做運動呢 其實我覺得做運動 可以是一個發洩的一種方法 是一個可以釋放你的壓力的其中一個辦法 很多朋友說 我很喜歡出汗的感覺 其實出汗的感覺真的很舒服 但是我覺得出汗 如果你說焗桑拿 那種出汗 我就覺得那些是叫熱 那些是叫很熱 熱到流汗 那些不是叫出汗 真正的出汗 譬如你要去健身 跑步 打籃球 踢球 真正的帶氧運動 去令你的身體 去舒緩了你一天的壓力 我先頭也不太相信 因為我以前是做運動的 但是我受傷之後 就有一陣子沒有做 直到我投身社會之後 總是覺得 因為坐辦公室的關係 肩膀這個位置 肩膀和頸椎 好像很緊 經常都很緊 動一動就好像 拍一聲了 有點痛了 又好像 很想有一個人幫你按摩一下 幫你捏一下 但是你知道 外面按摩店其實都不便宜 其實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做運動 還有拉筋 就算你真的沒有時間去 去健身 沒有時間去跑步也好 拉下筋 左右鬆下 令你的骨肉 不要那麼容易萎縮 不要那麼容易退化 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是 為什麼肩膀會痛呢 不要不相信 跟壓力有關 當你壓力越大 你的人越繁緊的時候 你的肌肉自自然就會不舒服 所以做多些運動 做多些伸展運動 拉筋運動 除了對你自己健康有幫助 希望它都可以幫你舒緩一下你的壓力 好了 那清朗今天就講到這裡為止了 希望你今晚可以睡個好覺 記住 最少八個小時 喝多點水 下個星期同一時間 繼續收聽回到過去 讓我回到家裡 讓我隨便看 有一個小蜂蜂的 小蜂蜂 是 有一個小蜂蜂的 就像是 有一個小蜂蜂的 人們 會有兩個小蜂蜂 先走